众所周知,经朝入关后的所谓皇帝顺治,即爱新觉罗福林,六岁登基,在位十八年,要知道,顺治皇帝,在大清一代十二帝中,创下了不少第一,算得上是一位有特色的人物。 他是第一个在紫禁城里称帝的满人,他也是清朝历史上,唯一公开皈依查门的皇帝,此外,他还是中国历史上数百位皇帝中,唯一一个自愿火化的皇帝,六岁登上王位的福林是在多治多永,又独断专行的叔父多尔滚,与神明大义的刮目孝庄,门皇后教导之下成长起来的皇帝,多尔滚病逝后, 顺治开始摆脱傀儡地位,对多尔滚实行了学书封号爵位,大侧量响嗜号,及墨家财的身后惩处,为加强皇权,他被除了诸王贝勒管理各部事务的就业,又采取了停举圈地,放宽陶原法等一系列幻和民族矛盾的措施,可以说,顺治为巩固清王朝统治做出了贡献, 出传了清王朝走向强盛的新局面,为康前省事打下了基础,不过不久后,顺治地就成免于与其弟习董恶事的爱情之中,并且随着与佛教高分母陈敏等人的交往,他产生了顿入空门的思想, 当他挚爱的皇贵妃董恶事死后,他的精神支柱完全崩溃,健康状况每况愈下,二十四岁时又染上天花,很快变三首人还,临终前,他曾专门留下一兆,要将自己火化,组织火域,镇金流星产礼,需得禀去法语,顺治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数百位皇帝中唯一一个自愿火化的皇帝, 虽说顺治所属的满族,也一局联系了女真人火葬的习福,但在入关后,随着满族成为统治全国的民族,也开始受汉族文化的影响,顺治以后,从康熙开始移植到光绪,八位皇帝死后都是土葬,末代皇帝普仪,1967年去世,普仪死后的暗葬事宜,都是经过爱心觉罗家族决定的,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公民, 肯定不能搞特殊,自然要火化,于是经过家族成员的商定后,最终,一致决定将溥仪骨灰,继存于八宝山人民骨灰堂,就这样溥仪的骨灰,从1967年到1995年,在八宝山继存了28年,而顺着皇帝自愿火化,除了基于民族传统,主要还是因为他对佛教的痴迷, 这在其遗诏中也说得很明白,历史上传闻顺着朱家为风,也并非空穴来风。